据报道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两笔总额约3.6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美国罔顾中方的一贯反对和严阵交涉 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美方接二连三对台受误 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撑腰打气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 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 需要指出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 美国执意以武铸独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骨 以失败告终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方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撤销受台武器的错误决定 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的错误行径 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鞋检测 城 鞋检测 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